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单是罗马尼亚 很多是罗马尼亚赶来的 但是还有很多是巴黎的东欧人 东欧过来巴黎都打工的 男的都非常壮 其实他们说实在话 他们在巴黎是弱势群体 所以那天他们就穿着黄衣服挤在一堆很多保安守住他 我看法国人看到他们有点怕 有所不知 我收到江湖上的消息 俄罗斯足球流氓是有备而来 这是个有组织的行动 就是说这次他们就是为了证明英格兰足球流氓 你们就是小屁孩 然后其中你看穿着同衣的那种衣服 而且是俄罗斯多个这种足球球迷 或者说足球流氓组织 他们对暴力活动很有经验 多人都是具有拳击和多种武术的训练基础 然后你看他们的照片 你看他们的照片 这是杀向欧洲 俄罗斯球迷有备而来 英格兰球迷完全没闹清楚对方的情况 你知道吗 所以完全打蒙圈了 再往下看 打的都出了生命危险了 英国球迷 然后你再看 就是说这是什么呢 现场比赛 就那场英格兰对俄罗斯的比赛 开头都不知道 他们放了一个火箭的 烟花 后下子放出来 本来是零比一落后 俄罗斯 然后就在临终场前 突然在俄罗斯球迷的看台上 发生了一声爆炸 咣一声 大家以为是恐怖袭击 实际上是一个烟花爆炸 全场惊愕了短暂几秒 据说就在这几秒之内 俄罗斯进球了 进球之后 这下英国球迷终于忍不住了 翻越过去 要去打俄罗斯球迷 结果是他们纷纷在套转 碰到了真正的高手 战斗民族 没想到打的逃了 最后这英格兰 有的英格兰球迷都举起双手 说我不要打架 我不要打架 战斗民族哪容得起你 不要打架 还说什么 扔椅子的 扔椅子的很多是英国球迷 说是看得出来 俄罗斯球迷 俄罗斯的足球流氓 训练有素 不扔椅子 全是拳打脚踢 把这眼睛打得都疯了 疯了盖了 其实是这样 因为英格兰球迷呢 当然其实所有球迷的流氓啊 就所谓的流氓球迷啊 都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非常的极右 意识形态上 英格兰也是 法国也是 所有足球流氓都 因为他有种很高的团聚力 认同感 然后他们都排外 那么这种排外 高度爱国 高度爱国 容易产生 比如说歧视其他国家 甚至国内的少数民族 可是我觉得英格兰跟俄罗斯最大不一样在哪 就英格兰球迷啊 很不上台面 永远闹事都是喝醉酒闹事 他不喝醉酒不太闹 喝醉酒就闹 俄罗斯球迷是什么 俄罗斯球迷既成的是过去东欧人的典范 东欧过去是 真正全球最牛的足球流氓是东欧 以前塞尔维亚 那是个地下军队 当年科索沃战役的时候 杀人最多的不是正规军 是他们 是球迷 是球迷 真的 那是个部队 有枪 然后老大是一个逃遇过四次的一个大佬 然后呢 手下用机关枪用什么 去包围 比如说阿尔巴尼亚人 包围什么人的一个住宅 然后放火 把里面 然后妈妈抱着小孩出来 一个一个都扫死 都是他们干的 那么这些人是高度的有组织 有纪律 而且不喝酒 因为喝酒会破坏你的判断力 对对对 非常清醒 那么我 俄罗斯 怎么喝酒呢 俄罗斯也是黑帮为主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俄罗斯这些球迷 整个风格啊 组织上面很像过去塞尔维亚 南斯拉夫的那一帮 所以俄罗斯自己的足球 他的组织是真的有责任的 现在罚款罚在他们 我因为都觉得罚的太重了 对 但是我旁观角度觉得 这跟他们有啥关系呢 其实跟他们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罚这个有啥 你包括今天晚上 比如说我们今天录不晓什么时候播 就你看斯洛伐克 跟他们听嘛 斯洛伐克主帅都说 这对俄罗斯来讲太冤 因为现在那个罚最惨的罚是什么罚 就是说 你今天晚上 只要任何一次 在场内 有俄罗斯球迷闹事 俄罗斯的国家队 就停赛 禁赛 那等于就是 那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跟球员没关系 跟足球队 而且现在呢 又不是他们派来的 现在变成呢 如果他下这个命令之后 现在会出现另一个情况 就可能别的国家球迷 比如说之前有仇的 英格兰 反过来我刺激你 比如说你今天俄罗斯球迷都在场吧 我就来挑拨你 怎么样 看你闹不到 你重不重 你敢不敢反抗 你要敢反抗 你们队就别踢了 现在变成这样 这慢慢的这个看台上的人决定着比赛厂商的胜负了 现在就是这样 然后而且现在还很混乱 其实他不只是英格兰跟俄罗斯球迷 现在还牵涉到了地主 就是法国 因为那两天在 尤其在马赛那天 他们两边冲突的时候呢 不是破坏了当地的法国的一些酒吧餐厅 那法国球迷看 你们来我们这段 那马赛的那帮哥们也不是 也不是吃素的你知道吗 就马赛黑帮 我近距离看啊 我说实在话 我很想拍一点的 但我不敢拍 在那个坐地铁 就法国赢了 赢了以后他自己庆祝 可能庆祝的时候 有些人 那就是喝醉酒嘛 然后他在车上唱 然后呢 他唱没关系 然后他就用手 不断地打那个车厢上面的顶板 就把那个铁皮板都打 打坏了 你看这其实是破坏财物嘛 叮叭叭叭叭叭打 我想我打出 以前就过来了 就是说其实都是发酒疯 我个人近距离看 我觉得就是男人去看球 就是喝醉酒了 然后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发酒疯 整个乡村里 所有的车的喇叭都响到 爱国的 拿那个旗 就是说平常不合法的事情 这个时候变合法 这叫做法国队赢了 这要是那天他输了呢 我就不敢想象了 那要是俄罗斯队最后要是进入了什么决赛 要是跟法国队 对 那就是 那更多的战斗民族会过来 那现在就说了 不准他们闹事了 场内不准闹 现在有意思是这个竞赛上 你场内闹事 你这个球队呢 就要竞赛 但场外闹呢 是交给警方处理 主席也不管 那么因此呢 我们可以推想 俄罗斯球迷还能这样 场内 你英格兰来挑拨吧 法国来挑拨吧 我就整 咱们出去 出去说 单挑 出去的 而且现在 敬酒 比赛这个晚上这段时间啊 就不能卖酒 是 酒吧可以喝 外面不能 甚至即便是喝呀 都必须是纸杯子 不能拿任何 我觉得欧洲真是沦陷了 好像在种种原因之下 欧洲现在乱了 是吗 这还是少数 大部分还是一种 特别是 当然咱们也是看看场内 这次场内也是有很多奇葩 比如说这个 我这个传统偶像 巴西队 听说变了个屌丝队 是吗 美洲杯 美洲金杯 对 你想想你认得谁呢 他们说注意看10号 10号说 对把什么小罗 7号在10号 比如2号是巴萨 对对对 我只认得他 就是说说这样 甭说美洲杯了 说这支 这支球队 要是进了欧洲杯呢 要是在欧洲打 是不是 连连什么 连资格都不会 我觉得你别说欧洲杯 你亚洲杯 我觉得都难讲 你别说你 不要说国家队 你说在中超打 这支都不怎么样 这里面就有中超 中超是户集队的 现在那个邓家 不是给撤了吗 撤了吗 终于 对啊 那太好了 早就该撤 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我不懂 怎么这么说 也许这次美洲杯 不那么重要 我觉得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巴西衰落不是 这一届开始了 那你世界杯的时候 就已经不行了 对不对 但是衰了贴地啊 这次 我觉得这很正常 我觉得巴西呢 是过去十几年来 有个大的结构转变 就过去巴西 一向给那一向 专出天才 全是脚法 好的 刁钻 灵的 不得了 都是聪明人 但是他自从 再上两回 赢世界杯之后 他整个清训系统变 他开始出 邓家这种人 就邓家是很厉害 就当年邓家 我觉得 他整个球队 没有他还不行 但是问题是 你不能整个球队 都是他那种 那种人是什么 全是工兵 全是很实干 全是疯跑 全是有效率 但是再也没有天才 又是前锋线 就你看十号位 过去巴西 你能够 十号你要找个人上 过去巴西 就能排十一个人出来 据说一次射门都没有 这时候 巴西近几年 十号都很糟 所以他就等于 整个清训系统 从根处 就整个转型了 就变成没法再出这种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 巴西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巴西接下来 还有奥运会的 我觉得很选 听说路都塌了 是吗 长草的那个 路上 路又塌 看三的水 看三的水的 这个超级恶郡超标一万倍 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玩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op音乐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这个欧洲杯 我这个尾球迷球赛看不懂 是吧 我就看看球场边上人们的这个动态 于是给我发现了 也是我们的偶像 是吧 著名的大帅教练 乐夫 我觉得乐夫呢 跟我有同样的似 癖好 因为也有观众经常投诉 他们还给我截图 说有时候不自觉的会扣鼻孔 他很喜欢 但是我看了看人家乐夫老师 我跟他比是小屋见大屋 他不但是扣鼻孔 他还放在嘴里 对 他爱吃 而且自从被人提意见之后呢 这次乐夫老师也像我一样也改了 说不扣鼻孔了 但是呢 你看看他扣哪了 可以看一下 靠地的声音乐 这儿子的声音乐 还没 已经有电焦丝竿了 那再并让你尝试这个 那个你前面这后 这次总是在看人物的anch pertaining 人长这么帅 行为像技工 这个会不会掏出来 跟女的在一起 老婆你也常常 裤裆里内容很丰富 前头后头都能掏出东西来 人在很紧张的时候 你有没有机会 这是他的凝神 压惊丸 他这个还是偶然的 另外一个网球明星 Nadel 对对对 他是每一个发球钱 一定要皮股当地摸一下 鼻子摸一下 耳朵摸一下 然后拿着个球打出去 对这个球要打到对方 对方也接过他这个东西 没办法 每一个 他是一个仪式 他是有时候是个迷信 很多专业运动员都有特别迷信 你去看他 他一定摸屁股 每一个球都摸 我觉得主要是味 你知道吗 这有点咱们那个鼻烟糊的效果 真的 就是 掏屁股 哎呀 有这个东西 很多 不能登大雅之堂 有些人是靠臭一下 臭一下 他醒神 真的 另外还最近还有个很棒的镜头 你们也见出来 就是一单 那个现在黄马的教练 法国最大明星 在比赛这个是 我忘了黄马跟巴萨的什么比赛当中 整条裤子裂开了 哦 内裤穿 全露出来 马进 我马上马进 你说有这样的事情吗 砰一条裤子 太爆满了 所以现在球场上很多风云变色 咱们就说说你们俩是真球迷了 欧洲杯的战局你们怎么看 从已有的比赛来看 我觉得现在好看了 现在好看 就怎么讲 就是 当然这一届就跟 我觉得这一届你也可以说不好看 就没有什么你赛前觉得特别会想留意 会很关注 哪队特别强 说不出来 法国可能算是比较强 比利时也算是很强 但是也没到 差距没达到哪里去 但是我觉得这两天看下来 好看的意思就是说 出现了一些意外 比如说意大利 对 我觉得意大利真是一个很奇葩的一个球队 真是 怎么了 其实意大利过去十年来啊 都从都没怎么被人看好过 都觉得现在这个意大利老了 心位不足了 以前还都是老了 这届不只是老了 这届出来的意大利我也是认不全的 因为现在不看意价了 现在没什么人看意价 这帮人谁呢 就那守门员是我们的老乡士 我十年前看他一次现场 他现在还在 他在那里 现在还是他 这都是这些老人 然后年轻那一辈也没多出名 也没多认识 然后就出来踢 然后一队呢 就是队上赛前大任门比利时 那比利时还真的皇宫 这个很妙的一个长传 啪就静了 从我们那个时候开什么 看那么苏格拉底啊 普拉第尼啊 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意大利 意大利就这么听 就到现在就是这个风格 没变过 严防死守 弹道之入 就这样 就是一直管用 管用到今天 昨天晚上也好玩 一个32万人口的冰岛 对 把这个那么力量那么强的葡萄牙 给踢平 我看C罗气疯了 32万人口啊 后来我发了一条 还被网友笑了一大洞 人家这个双沙荷兰啊 在外围赛 分组赛的时候双沙荷兰 但你家32万人口什么概念 那个数字是比回龙冠还小 你差不多回龙冠就组个队 就替欧洲杯把荷兰 朝阳群众的十分之一 这次是欧洲杯不是扩军吗 是这次才扩进来的是吗 对 反正是本来第一次参加 第一次参加 本来全世界排的130几名 跟中国差不多的 这说明世外有高人 而且呢 他们这个冰岛这个队呢 也都是一对业余的人 这个教练 其实这个教练 平常是干牙医的 然后呢 这回呢 因为你想想看 冰岛这回能够达到欧洲杯吗 第一回 所以冰岛人民欢喜若狂 那么举国呢 出了这个差不多 现在好像是有10%的人去现场看比赛 10%就是4万 他32万人口 他结果来了3万球迷 全国 他那个球场占了一半 全国十分之一 清城清国呀 清国之类 但是谁能 谁最有戏 我这次看好多名家啊 预测法国东道国 说法国有可能得冠军 法国有可能 但是这次没有特别强 没有特别强 西班牙 德国 现在整个这个足球啊 真的 你要是看足球呢 这每年的欧冠啊 什么 那才是最高的 比这个好看 最高水平 世界杯水平也高 欧洲杯呢 像今年这样的情况 那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游戏 其实真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游戏 美洲杯更加是这样 就是大家穿的 平常大家混在一起 不知道吗 这一天可以穿自己的国家的衣服 走在街上 显示自己国家 发疯的闹 不发疯的 那也是显示一个自己国家 特别是小国家 哇 来显示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 还是一个民族国家游戏 因为这件欧洲杯水准上 游戏 游戏场外 已经血流披面了都 但我觉得这一次呢 就好看的 就还是像这种 看能不能重演一些神话故事 像冰岛 当然这太难了 我觉得 就像希腊当年 那是一个神话 那么像英超 莱斯特城 这也是一个神话 但是我觉得冰岛打到现在 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我都很佩服 那当然你比如说像希罗 我昨天觉得真的挺丢人的 你设11球 首先那11球就两球一种框 然后跟着呢 你还要发脾气 手都不握 然后出去之后 还要骂人家冰岛 说人家冰岛光懂了死手 这是什么小心态 其实其实裁判已经蛮好了 时间已经到了 还有两次任意 已经对他们太好 你看佩佩那一下子 那绝对应该罚的 我前一阵看见 就又是这个老争论了 说这个贝利和马拉多大出来说 马拉多大就在说 说是这个 这个梅西 说梅西呢 是很好的球员 但是他不能成为伟大 说他说梅西呢 缺少领袖气质 就那意思 没有霸气 马拉多纳也这么讲 我就说的就是马拉多纳 就马拉多纳这么讲 然后呢 他底下这个留言就开始争了 然后呢 很多人就是说 这个C罗 好像比梅西有霸气 你们怎么看 当然不是 C罗的样子有霸气 他比较显示 这样一来 梅西是比较文静的 有点像书生一样 那梅西 马拉多纳说的对不对呢 我觉得马拉多纳 看如果跟他比较的话 那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 我觉得C罗的问题 C罗个人 很有傲气 不是霸气 但是他不至于服众 就你发现在场上 他无论跟葡萄牙队 滑马还好 他到了葡萄牙队 你会发现 他不像一个队内领袖 他应该是领袖 但做不到 那个气势 而梅西呢 是领袖 但是呢 他梅西的那股气呢 又出不来 包括巴萨 其实他真的是个灵魂 他是领袖 他中前场那么踢 其实整队跟着他踢 他实质领袖 但他只是不像老马 老马那怎么回事 老马能带个阿根廷 拿这些杯啊 对不止 你看他拿 你回头看看 那个网上的那些老骗子 老马那时候踢球是怎么样 老马上场呢 是这样的 他不只是实质的领袖 他还让你看到他领袖 他上场 比谁都矮 上场 都这样 比谁都矮 大家都服的 他有那样 梅西就文气 梅西不会那样 不过球还是 我还是喜欢梅西 我也喜欢梅西 但是现在的 看出这个情况 就是南美最顶尖的球员 他们其实现在 是融入了欧洲 这个足球最显示 欧洲中心主义 你看这个市场 非常重要 所以他们在欧洲 大放光芒 回到自己国家 反而是格格不入 就是这样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不过文道刚才说 那个意大利 对那种传统踢法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下子跳到 我想到NBA了 这个NBA这次比赛 也感觉这个新人新风 怎么什么时候 靠三分球 成了一个 去年就是了 今年总决赛 是去年的 翻版 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 你可以看这图片 勇士队 他们说是学了 那个动画片 什么灌篮高手的招 就是在三分线上 屡屡得分 再看下边 据说这哥们 就是这个破纪录 这个叫Curry 说是什么玻璃腿 脚受过伤 然后就苦练 这个三分球 他现在的平均 三分球的 这个得分率 好像高过了历来 一切 不是还有他那个队友 Thompson 他们是两个人 两个都很厉害 水花兄弟 他们叫水花兄弟 刷穿进去 那个Spash 这个称呼呢 还是LeBron James 给他起的 对 还是他那个对头 但是精彩的是上一轮 对 他们打 那个 那个 那个叫什么 雷霆 那个系列 真是看得惊心动魄 一比三落后 一比三落后 是减少机会 反得上去的 最被他们 就一层一层反上去 最后你看到 他们饿狗吗 他们把权力游戏里边 大火烧了 小龙女出来的 那一个场戏 改成了 科尔委 火烧了以后 科尔出来了 下面的人都低下头来 但是现 但现在危险了 现在又弄不好 人家要弄 不过现在这个事呢 就是又最近惹争论 因为坦白讲 以前NBA呢 就很少看到这种比赛 这种球队 对 就完全靠三分球制胜 小球打到这个程度 因为你去年 当然已经是这样 但今年就更明显了 他这个人就 常规赛的时候 已经看得到 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争论 这个勇士 会不会是NBA史上最佳 或者说 有人就问到 NBA历史上 其他的王朝球队 要是对上了这一次 会怎么样 因为他常规赛 已经破记录了 他年胜记录 那最近一轮的 这口水战 有人就说 比如说八十年代 show time的胡人 干得过他吗 那有人就说 那九十年代的 乔丹的公牛 干得过他吗 就很多这种讲法 就对不对 你看到我 就很多这种变态 这种球队赢了 你们作为NBA的球迷 你们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挺好玩 但是问题是 不够刺激在我看来 为什么 因为我是属于老派的 我就觉得 我是赞同 就八十年代的胡人也好 Philadelphia也好 九十年代的公牛 甚至爵士 都有可能赢这支 为什么 因为那个年代 更不要说当年的 那个那帮坏孩子 因为我觉得 当年的NBA 尤其九零年代的NBA 身体对抗性 比现在强 当时一堆大哥 一堆中锋 从奥拉主望 对不对 Barkley 然后最后到了 两千年的O'Neill 就那种人都在的时候 我觉得这小球 其实不一定很有 徐老师呢 徐老师怎么看 我 我觉得 我非常喜欢 这个 这个库里啊 这个Curry 非常好 但是呢 我觉得他还比不上前面几个大明星 乔丹呢 不就讲乔丹了 Even Kobe 对 都比他强 Kobe也好 乔丹也好 他们这些球星 到最后的一两分钟 三分钟啊 球交给他们了 你很放心 因为他们不仅能远途 他们还能上 上来能拿到犯规 而他们呢 就一定要靠三分 三分是有时准 有时不准 不可能一直准 最近一场 还是三分就是准 所以三分不准了以后 你这个球队到最紧要的时候 没有杀手劲 不能一周先吃变天 对 说他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几 可能 但是 那是